今天我們來到新莊吃粥喔 哇 你們一定很好奇 大老遠跑到新莊來品嘗粥 到底是什麼非常特別的粥呢 這一間附頂砂鍋粥 就是秉持的正宗朝善做法 做出來的砂鍋粥喔 現在我們趕緊一塊去品嘗囉 今天我們為你們呈現的 這個是處女群砂鍋粥 顏色上面來講的話 處女群它是比較清淨色 普通的紅群已經瘦過筋了 所以它會比較偏橘紅色 甚至其實周圍有一層薄薄的絨毛在 那處女群這邊的話就是很乾淨 那是以未瘦筋的母屑 那它的膏狀來講的話 就是遇到熱的話 會呈現一個很漂亮的金黃色 那很容易是跟米飯融合在一起 那除了處女群之外呢 還有現牢的活沙蝦 還有一些手工丸子 來為你們呈現這一鍋的粥 哇 等待了15分鐘 我們駕槓的潮汕砂鍋粥出爐囉 其實它是起源於潮汕廣東 跟豬江針鳥州這一帶 靠海嘛 那所以呢 它不外乎就是活海鮮為主 那生米去做現煮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所有的營養素都會出得來 那砂鍋去煮的話 因為它的紅外線在發熱 所以它不會去破壞那個蛋白質 那我們這邊的話 是為了去堅持這個新鮮度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一定都是 直接去現點現煮的 好大一隻處女群喔 對 它這個是整隻的處女群在裡面 料很多 還有蝦子 我們是活沙蝦 直接去現煮的 哇 那個海鮮味好濃郁喔 然後呢 裡頭你知道嗎 那個蟹膏 它已經融到這個整鍋的 那個砂鍋粥裡頭去了 是是是 很濃很濃喔 來吃吃看這個 手工丸子對不對 這是墨魚丸 整個的那個餡料都非常的紮實 所以你稍後咬的時候要注意 因為有的時候會有一些 原汁會噴出來 哇 墨魚的味道咬下去 它會有一種爆開的感覺 第二鍋這鍋叫什麼 煮的金黃金黃的 好漂亮喔 南瓜海鮮砂鍋粥 它裡面的話就是 干貝活沙蝦還有鯛魚片 Berry我覺得這一鍋啊 真的有吃西餐的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這邊的南瓜醬來講的話 淡淡的一個甜味是來自於地瓜 是 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用南瓜跟地瓜 這兩個比較偏金黃色的 一個完美的比例 去熬煮出來的一個醬汁 這一鍋真的是不習成本的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光是那個松露味 就一直飄過來 你知道嗎 你是加整大把的吧 其實松露它本身配合一些 菌菇跟所謂的牛肝菌 非常對味 它會有一個很獨特的香味在 那松露每一次的義大利麵 都小小塊而已 那我就在想說 如果說把它給投入在 這個所謂的粥品在裡面的話 那它會有一個什麼樣子的 一個效果會出來 每一道的主題都非常的明顯 對 那這一道就是松露的砂鍋粥 對 對 松露 所以它松露的那個 每一口下去真的都很濃郁耶 這一鍋也是讓我覺得 非常surprise的喔 叫做什麼 牛奶起司海鮮砂鍋粥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大塊的起司 對對對 大家把它 稍微給它拌一下 攪拌一下 讓這個起司的味道 可以融入進去 對 融入在裡面 很像在那種 北海道一邊泡溫泉 然後一邊吃的這種 很濃郁的牛奶啊 海鮮的這種料理耶 今天吃到這四鍋 這口味喔 我覺得每一口 它都是讓我覺得融在一起 這當中跟高湯有沒有關係 高湯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除了素食之外 每一鍋的高湯 都是同一鍋出來 那一鍋來講不外乎 就是一些新鮮的 食材還有北海道的昆布 老母雞 類似像法式雞湯 那樣子的一個去控湯底 我們現在所研發出來的作品 差不多約有15種到16種 陸續開放 當然還是在不斷的 因為其實食材跟時代 其實一直在轉變嘛 那我們所提供的 除了不外乎是新鮮的食材之外 那創新也是我們所追求的 一般的海鮮 通常都是用冷凍海鮮下去 做熬煮的 對 那用新鮮的海鮮做出來的話 甜美度會不一樣 我會蠻推薦海鮮粥的 就是覺得它的土雞粥 很營養很豐富 然後也價格也還蠻實在的 在附頂沙鍋粥這邊呢 還有近百道的料理可以做選擇 我們請阿虹菜幫我們介紹一下 阿虹菜 你好 這需要你的 雞肉菜對不對 目前我們呈現這個桌上 這五道菜來講 都是本店的招牌 我現在看到這個是開胃菜 對對對 我們冰梅山藥 自己獨自做成的冰梅山藥醬汁 這樣子 這山藥很快很爽口 對 是 因為三餐甜甜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開胃 欸這裡還有原諒蝦餅 是 自己手工製作而成的 它有比一般的還厚 然後很紮實 你可以吃得到整隻蝦子的頭感 現在為你介紹的是本店的招牌 金沙南瓜 好酥喔 外面炸的這樣酥酥的 可是裡面呢 這個南瓜的那種濃郁 慢慢這樣又滲透出來 這是我們的避風糖軟殼蟹 這個是很棒的炸酒鑽 酥脆酥脆 微辣可是不會太辣 這個是我們的 欸我們店的招牌蛋豆腐 再搭配上我們的日式醬油醬汁來講 更爽口 有一點爆漿的感覺 我最喜歡吃金沙杏鮑菇 因為還有鹹蛋 媽媽說訂因為有時候都訂不到位 真的常常沒有味道 很好吃 哇喔謝謝Berry 讓我體驗一趟這個 沙鍋粥美食之旅喔 那當然的話就希望說 藉由這個節目啊 可以讓更多的朋友們 知道說我們附點沙鍋粥 所用的火海鮮做出來的好味道 歡迎你們 我們要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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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見